喜欢碳茶的朋友就知道 同一间酒楼、同一款点心 都会有不同的价钱 中午就收正价 早茶和下午茶就有优惠 划得多 不知道酒楼食肆 即将连过海隧道 都一样有不同时段不同收费 记住,由12月17日早上5点开始 就会实施过海隧道分时段收费 比开繁忙时段过海,有好处 到时私家车在星期一至六 上午7点半至10点三 下午4点半至7点会调高收费 在繁忙时段过西税最高收60元 过冬税或红税最高收40元 至于上午10点三至下午4点半的 一般时段 除了过渡时段三条隧道划一收30元 最便宜的就是 晚上7点到早上7点半的非繁忙时段 除了过渡时段 会否有些市民真的会因为这个原因 而组起从头头 我认得有很多的价格 价格也有差别 所以说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价格 有些時間調一調 應該會少了開車 在最浪漫的時間隔海 至於的士, 就三條隧道 任何時間都划一收25元 而雙用車輛 就像貨車和巴士, 就划一收50元 不需要再考慮隧道的分別、價錢 用最快的到達 有機會多些人走西隧路 還沒改之前, 紅隧多 改了之後, 紅隧和冬隧 都可以就近看哪個方便 這個方案 也是希望改善擠塞情況 大家都很期待 不塞車, 道路長風一點就好一點 順利一點, 沒那麼差 我覺得是有信心的